前方,清光老祖正与碧穴妖蛇奋战,那碧穴妖蛇乃四间魔兽,且正处于突破边缘,算起来也是相当于斗灵巅峰的存在,因此与清光老祖是不相上下,甚至是因为魔兽的体魄比人类更强,隐隐占据上风。 不过很快,碧穴妖蛇便只见出现后继无力的情况,因为突破五阶需要退化,而退化时会进入虚弱状态。 碧穴妖蛇?老祖早就看出你要退化了,因人那蛇血莲慈,你是老祖的能中之物。 清光老祖看着有些历劫的碧穴妖蛇,嚣张道,碧穴妖蛇不断吐着蛇心子,蛇尾不断摇摆,随时准备碾碎一切来犯敌人。 我劝你直接让开,交出蛇血莲慈,否则今日老祖便顺便杀了你。 清光老祖见碧穴妖蛇如此冥顽不灵。 威胁道,碧穴妖蛇张开锯口,竟发出断断续续的人言。 今日,即便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 清光老祖目露狠色,不是猴腿。 紧接着,清光老祖九星斗灵巅峰的境界开始爆发。 眼看双方就要爆发大战,可就在这时,顾仲生身后传来凌乱的脚步声。 回头一看,崔志浩和高子远等人已经追来,他暗骂一声,他们追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顾仲生在前面,快追。 崔志浩一马当先,高子远紧随其后,王大智修为全开,三人步步紧闭而来,顾仲生双拳紧握,本打算依靠碧穴妖蛇来解决这三人。 现在看来,计划要覆灭了。 怎么办? 顾仲生眼神看向前方,呆在原地面对三个斗灵围攻,定然是坐以待毙啊。 唯一能够为自己分散火力的方法,那就是加入碧穴妖蛇和清光老祖的混战。 只有这样才能让场面更加混乱,让自己不必陷入围攻。 冷恒一声,眼看崔志浩等人快要追上,顾仲生一步杀出,奔向碧穴妖蛇以及清光老祖。 此刻的碧穴妖蛇和清光老祖正要爆发大战,忽然听见脚步声,立刻回头一看,瞧见是顾仲生,清光老祖露出绿色。 玄灵总派来的弟子。 碧穴妖蛇那充满杀气的蛇眼中,此刻满是震惊,因为眼前这个人太熟悉了,他永远忘不了几年前被这小子拿着一个神秘黑塔砸自己脑袋的一幕。 那一次被砸了后,连续几个月都是混沌沌的,这时候后方的崔志浩等人也追了上来,瞧见清光老祖以及碧穴妖蛇,全都愣在原地。 这是,碧穴妖蛇? 王大侄一外道,高子远一脸凝重。 碧穴妖蛇可是四戒魔兽,眼前这一头似乎快要迎来退化,也就是说它是一条准五戒魔兽,堪比斗灵巅峰。 崔志浩看了看碧穴妖蛇,又看了看清光老祖,相比之下,清光老祖才是让他最在意的。 而清光老祖瞧见这几人出现,也是眉头一皱,下意识认为他们和顾仲生是一伙的。 毕竟这几人山脚下便一起出现,而且全是玄宁宗的弟子。 如今已和玄宁宗撕破脸,面对玄宁宗的弟子,清光老祖自然恨不得将其杀掉。 就这样,场面一下子成了四方对质的局势。 你们也是为了蛇血莲子而来。 清光老祖看着几人,问道,听见蛇血莲子,随之浩等人面色一变。 蛇血莲子,那可是奇物。 放在玄宁宗至少可以卖两万斗器之一枚。 蛇血莲子? 顾仲生一脸果然如此的神情,这证明之前的猜测没错。 那碧血妖蛇,定人也是为了蛇血莲子,不愿离开。 想到这里,顾仲生看向碧血妖蛇。 你巢穴里有蛇血莲子,必须要蛇见到顾仲生,眼神微变,想起几年前被这小子追着打的场面。 说道, 嗯,需要莲子突破。 顾仲生简单分析了一下局势,说道, 你如今处于突破边缘,单独对付清光老祖,凶多吉少,不如咱们做个交易。 碧血妖蛇眼前一亮,顾仲生说的话一针见血,他现在的确很需要帮手。 什么交易? 顾仲生道,我与你联手,但你必须分我一枚莲子,如何? 联手? 碧血妖蛇有些诧异,顾仲生点头说道, 你觉得你能单独对付这么多人吗? 碧血妖蛇默然,别说对付所有人,就是对付清光老祖,已经让他十分吃力。 若是平时,定要打得那老头哭爹喊娘。 偏偏现在处于突破状态,战力直线下滑。 想到这里,碧血妖蛇点头道, 好。 顾仲生一笑,然后逐渐靠拢碧血妖蛇,同时看向清光老祖,以及追来的崔之浩等人。 瞧见顾仲生与碧血妖蛇联手,崔之浩等人面色难看。 这样一来,要想杀顾仲生又难上不少,况且这碧血妖蛇怎么如此轻易就相信顾仲生了呢? 那小子,以前果然来过摩云山。 高紫远低声道,清光老祖见状,杀人一般看向顾仲生。 小崽子,你赶坏老祖的好事。 顾仲生轻笑道, 各学所需而已。 好好好。 清光老祖浑身修为不断波动, 你若你小子执意找死,那老祖便成全你。 眼看清光老祖就要出手, 碧血妖蛇看向崔之浩等人, 对着顾仲生道, 那几人是你在玄陵宗的朋友吧, 快叫他们过来帮忙。 顾仲生苦笑道, 哼, 那几人的确是玄陵宗的, 不过并非我的朋友, 而是来杀我的。 不需要顾仲生解释, 碧血妖蛇已经猜到, 顾仲生与那几人肯定有一些恩怨了。 呃, 我来对付这个老头, 那几人便交给你了。 碧血妖蛇说道, 只需在坚持半铸香时间, 蛇血莲子便会成熟。 顾仲生坚定地点点头, 蛇血莲子之中蕴含庞大的斗气, 那些斗气足以让自己凝聚斗精, 突破斗灵, 其他美妙作用更是数不胜数, 否则也不可能在玄陵宗卖到两万斗气值的高价, 既然能够帮助碧血妖蛇从四阶突破五阶, 当然也可以帮助顾仲生迎来突破斗灵的契机。 秦光老祖知道拖延不得, 当即便一步跨出, 全部一起胜。 秦光叫得仁义轰而上, 秦光老祖一马当先, 手中拐杖, 爆发黑光, 砸向碧血妖蛇。 面对秦光老祖的攻势, 碧血妖蛇怡然不惧, 蛇尾疯狂摇摆, 碾碎一切。 碧血妖蛇与秦光叫的众人, 瞬间陷入混战。 顾仲生这一遍也不好过, 在众人注视下, 顾仲生四处游荡, 只见斗气激荡, 高则原吼道。 他在不阵, 阻止他。 随之后等人见碧血妖蛇被秦光老祖牵制, 也是力喝一声。 快上, 一旦碧血妖蛇抽出时间, 死的便是咱们了。 高则原重重点头。 围禁之计, 只有先解决顾仲生, 再去助攻清光老祖。 就连一直没有出手的夜晚雨, 此刻都跃跃跃跃湿。 不过让夜晚雨跃跃跃湿的, 并非顾仲生, 而是蛇血连子。 去死吧。 随之后手当其冲, 右拳高举。 电光掌! 这一次, 随之后十分小心, 绝不会如之前那般, 围打着顾仲生, 反而击中高子远。 高子远同样十分注意站位, 绝对不会如之前那般自相残杀。 面对几人围攻, 顾仲生冷静无比。 七印碎骨拳。 先是与崔志浩硬汉一击, 对方三星斗铃的实力, 让顾仲生连连倒退, 手臂发麻, 胸口发闷。 这时候高子远和王大志 立马攻了上来。 顾仲生展开斗气铠甲, 双拳不断出击, 一人对付两人, 显得有些被动。 你逃不掉。 高子远和王大志 从左右两个方向不断轰击顾仲生。 崔志浩则是主攻中间, 都说双拳难敌四手, 此刻顾仲生是双拳要敌六手, 而且自己境界还不如对方。 某一刻, 高子远忽然牵制住顾仲生左边, 王大志同时使出吃奶的力气, 牵制住顾仲生的右边。 这时候, 崔志浩高高跃起, 一拳轰出。 顾仲生被动的地方只听砰的一声, 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 身体撞击在后方的巢穴洞壁上, 顾仲生闷横一声。 不等顾仲生缓过气来, 崔志浩三人已经再次杀来, 顾仲生健壮, 指尖斗气光芒一闪, 对着地面一点, 紫岩磨腾阵。 地面忽然升起一股股紫岩, 然后一根根粗壮的紫岩磨腾拔地而起, 正冲向顾仲生的三人一惊, 被迫停下, 抵御地面杀出来的紫岩磨腾。 电光掌! 眼看两根紫岩磨腾袭来, 要将自己绞杀而死, 崔志浩一掌打出, 电光闪耀, 两个磨腾瞬间变成了一抹黑灰。 狂浪之手! 另一边的高紫岩同样施展斗技, 一道巨浪将眼前的紫岩磨腾全部拍打成碎片, 王大志双手不断挥动, 将一根根磨腾击打碎裂。 三人是各显神通, 对付着不断冒出来的紫岩磨腾, 看着眼前顾仲生一口吞下一枚恢复斗气的丹药。 紫岩磨腾阵, 果然困不住斗铃强者, 他们很快就会争夺束缚的。 三个斗铃在紫岩磨腾阵中乱杀, 这让顾仲生明白一件事, 自己该补充斗阵的品阶了。 对付斗铃, 至少要三品斗阵才够用了。 恢复斗气间, 顾仲生转头看了一眼碧穴腰蛇, 他那边情况好不少, 虽然濒临突破, 可碧穴腰蛇实力在那摆着, 整个青光轿只有青光老祖赶进身, 其他人一旦冒进, 定会被蛇尾打成重伤, 甚至直接毙命。 区区斗阵, 乱刀杀。 崔志浩不断使出电光掌, 似乎觉得费劲, 直接拔出一柄蓝色的长刀, 然后一阵刀光闪过, 一根根紫岩磨腾被无情斩断, 也正是这时紫岩磨腾镇开始衰落下来, 那是时间已过的征兆。 斗阵马上消失, 顾仲生, 我早说过, 你难逃一死。 高子远开始激进, 从斗阵中不断靠近顾仲生, 杀意盎然。 顾仲生见状, 拔出自己的心认, 若是没有斗阵一对三的情况下, 他早已殒命, 可现在斗阵快要消散, 这可如何是好? 能够突破斗灵就好了, 一旦突破斗灵, 我又把握一对三。 顾仲生看着三人, 眉头紧皱, 就在顾仲生一筹莫展时, 不远处的碧穴妖蛇 忽然对着顾仲生喝道。 注意, 蛇血连子成熟了。 碧穴妖蛇话音刚落, 后方的巢穴中, 忽然开始震动起来, 然后一股红光, 从洞内冲上天空, 同时地面震动得更厉害。 某一刻, 忽然发出一声巨响, 众人回头一看, 只见一朵血红无比的莲花 冲天而起, 那莲花之中, 有一个巴掌大小的莲篷, 而莲篷之中, 安静躺着三枚蛇血连子。 领不出事了, 快抢! 所有人在这一刻, 默契地放弃战斗, 展开速度冲向蛇血连子, 顾仲神因为之前被击飞的缘故, 距离蛇血连子最近, 当下一步跳出, 瞬间接近蛇血连子。 鸟蛇, 拦住他们, 否则谁都拿不到。 碧血妖蛇闻言犹豫了一下, 然后转身, 面对后面袭来的所有人, 围巾之际, 只有让顾仲神, 先得到蛇血连子。 全部给我滚! 碧血妖蛇猛地一砸地面, 几颗巨石冲天而起, 然后, 碧血妖蛇如同踢球一般, 利用蛇尾将几颗巨石, 全部砸向后方的众人。 秦光老祖冷恒一声, 手中拐杖猛然一敲, 巨石瞬间四分五裂, 但他身后的秦光叫众人, 便没那么幸运了, 被巨石碎片砸中, 全部惨叫, 轰然倒地。 随之后等人见状, 不敢如秦光老祖那般硬扛, 只能选择停下速度, 躲避袭来的巨石, 也就是他们被耽搁了的时候, 顾仲生一把便拿住了蛇血莲子, 手中的蛇血莲子看着有些妖异, 看着蛇血莲子, 顾仲生立马手指一点, 将一枚蛇血莲子瞬间进入嘴里, 刹那间, 恐怖的洪流, 开始冲刷顾仲生的七经八脉, 顾仲生整张脸变得通红无比, 好似火烧一般, 身体更是疼痛地厉害, 顾仲生主动调整, 让自己出现突破的契机, 并装作慌乱道, 我要突破了, 必须妖蛇健壮, 怒骂道, 你, 你小子, 搞什么鬼, 你现在吃蛇血莲子干嘛, 若是现在不吃莲子, 自然不会出现突破的契机, 顾仲生极力地控制着自己, 我怕被抢走啊, 谁知道吃了就要突破了, 必须要扬手欲哭无泪, 你这该死的小子, 到底是在帮我, 还是害我呀, 顾仲生道, 我若不突破也打不过那三人, 你帮我挡住他们, 些许时间便可, 这种免费保镖不用白不用了, 必须妖蛇又气又急, 我挡住他们, 挡住那个老头便十分顺利, 怎么挡住那么多人, 顾仲生无奈道, 挡不住, 咱们就只能死在这里, 蛇血莲子也只能被抢走, 你, 必须妖蛇咬牙切齿, 你他奶奶的,